此影片为MACRO教学影片第四集 本集首先将说明函式为何,并特别说明weight函式的用途 第二部分说明MACRO结为怎么写 第三部分说明状态备份的做法及用途 最后则列出范例内容,以此说明MACRO的主架构 MACRO函式是控制器提供给MACRO使用的套装功能 有一部分是输入函式名称直接呼叫 另一部分则需要在函式后方设定参数才能使用 本次范例特别提出weight函式进行说明 为了让加工更顺畅,控制器在执行加工档时 会预先解读若干行程式内容并进行命令规划 此动作称为预解 weight函式的功能就是要挡下预解 等到weight函式前面的程式都执行完后 才会再继续预解 MACRO的程式内容一般可分成G、M码及变数运算两大类 变数运算的部分在预解的时候就会被完成 这时候可能会导致变数的数值错误 因此需要weight函式将预解挡下 weight函式通常会加在变数运算区及G码区之间 这样就可以达到停止预解的目的 但还是是状况决定放哪边比较好 weight函式的写法属于直接呼叫 只要在MACRO内写入weight后面加上括号即可 注意结尾要有分号 使用者需了解weight函式会挡下预解 而预解是为了让加工更顺畅 所以若用了太多weight或者在不合适的地方使用weight 都会造成基台移动不顺 扩充G码是副程式的一种 执行到扩充G码时会跳离主程式 去执行扩充G码的程式内容 当扩充G码的内容执行完后 需要从副程式返回主程式 所以副程式的结尾要写上返回的指令 一般最常用的返回指令为M99 只要在扩充G码的最后一行写上M99 即可返回主程式继续执行 记得要加上分号 控制器状态例如供应制 绝对或增量模式等 可能会因为主副程式的切换 导致状态变更 错误的控制器状态非常可能造成基台动作错误 进而发生意外 因此在进入副程式的时候 会建议使用者先备份主程式当时的状态 并且在返回主程式时 回复到原本主程式的状态 以确保安全 控制器的状态都记录在系统变数内 也就是第二集提到的仅变数1000号之后 要备份多少状态项目由使用者自行规划 本范例仅备份两种状态 也就是仅1000及仅104两个变数所代表的内容 举例来说 若主程式当时是G90绝对模式 则仅104会等于90 备份状态需在macro最一开始就执行 也就是macro的最上方 这时候任意选用空的仅变数来储存状态内容即可 如栏框内的程式内容 回复状态则是在macro的最后执行 也就是离开macro前 或者说M99之前 这时候直接写入G码执行储存的状态内容即可 如绿框内的程式内容 总结教学影片第一到第四集 我们已依序完成以下内容 第一集我们将档案宣告成macro格式 第二集我们学会变数负值 算出长方形的顶点坐标 并用G01将路径规划完成 第三集我们学会语法及警报 完成了保护及限制 本集我们学会wait函式 M99还有状态的备份及回复 但我们学习的顺序并不代表该部分内容在macro内的排序 让我们来重新排列一下并说明原因 第一步是宣告格式 最后一步是返回主程式 这个是最基本的 第二步是状态备份 倒数第二步是状态回复 这个也不难理解 保护及限制要在计算坐标前 而wait函式要在计算坐标及路径规划的中间 因此第三步是保护及限制 第四步是计算坐标 第五步是wait函式 第六步则是路径规划 我们整理一下画面 同时把计算坐标及路径规划这两个步骤合并为目标动作 在这七个步骤里面 宣告格式及返回主程式是必备的且位置固定 所以不用特别讨论 wait函式也是看状况使用 因此也不列在主架构中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macro的主架构 就是状态备份 保护及限制 目标动作 状态回复这四个部分 不管是哪种需求 大致上都是以这样的流程来编辑macro 本集最后展示扩充G码的完整内容 在看完四集的教学内容后 您是否有做出与画面上相同的macro 建议您在这花费一些时间 将整个macro从头看到尾 相信对于macro的编辑流程会有更多的了解 下一集影片将说明如何测试扩充G码 请继继继续收看